多年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采取措施帮助台湾的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 协助台企台农拓展大陆的内销市场 台湾农民朋友是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反观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升高两岸敌意对抗 妨碍两岸阻碍两岸交流合作 至今仍然单方面限制大陆一千多项农产品输入台湾 不仅阻碍了两岸农产品贸易的正常进行 也严重损害了两岸同胞利益 是不得民心的 我想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大张旗鼓的 要禁止输入严格限购你提到的这款辣花生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产自大陆 可见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 已经到了连小小的花生米都容不下的地步 事实上呢 大家看到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大陆休闲零食 是受到台湾民众的关注和喜爱的 不论是辣花生啊 螺蛳粉啊 还是磨艺爽啊 鲜花饼啊 都在台湾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零食热 那我们呢 将持续的努力 不断的丰富台湾民众的零食香 品种更多样 口味更多元 我们的大陆网友呢 也可以给台湾的朋友们多推荐几款好吃的零食 我们也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走走看看打卡更多的美食地图 去发现更多的地方特色美食 地方特色零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